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本人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本人是Johnny for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 其中一個 當然這是一個很少的問題 對比其他問題 這個叫做 香港的電費 以及 香港 香港的電燈服務 對比起很多其他 的問題 當然 電費 還有港燈 這些問題 都好像是小問題 但是 我們 就是要跟大家揭露 社會的問題 很多時候 都是看起來 對很多人不是太大影響 當沒有事發生的時候 有事發生的時候 你才知道 原來不是啊 長期有問題啊 沒有辦法了 人就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 更加就是有事發生的時候 大家趁這個機會要揭露問題 港島 爆發大停電 發生在19日的凌晨時分 忽然之間 全港各地 港島地區 港島地區大量的地方出現大範圍停電 更加消防 接到就是 運電報告 停電當然現在搞定了 停了就是一個多小時 有大量港島區的市民 說 搞不定 現在也挺熱 沒有冷氣 沒有WiFi 甚至乎乘搭一下升降機 整個升降機 真的有很害怕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好了 要問責的 當然是這個 港燈 大家又想一下 港燈會不會向你負責呢 好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還有兩個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以及星期二新聞集團 敬請大家 記得訂閱 好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好像訂閱報章雜誌那樣 希望大家也可以付費支持我們 我們也有很多免費的模式 讓大家繼續支持 所以請大家記得繼續做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 真的要做 這個 叫做港燈 港燈 當中 也有人出來 爆料 說 港燈其實出現人緣短缺 不說你也不知道 這個很可能還跟 人手短缺 退休 甚至乎 離港有關 港燈怎麼說呢 港燈就說 供電系統 進行這個叫做線路保護維修的時候 有設備發生故障 導致 多區電力中斷 這個 又是叫做好像搭了 等於沒有搭 發生甚麼事 你哪個設備發生故障 如果是以往的香港 真的是 一個停電 可能 有大量的人 要出來 要交代 要有官員 出來說 發生甚麼事 有甚麼機制 令到相關的機構問責 雖然 有時候好像做大戲一樣 到最後 這些大機構 拿著在大MASA的手上 你有你停電 你有你出事 他有他 繼續賺錢 繼續 生金蛋 所以這次亦被市民鬧爆 港島區來的 你跟我說 忽然之間 夜貓貓停電 WiFi 電又沒有 電梯又沒有 沒辦法 停電 但是香港跟世界各地都不同 真的很多人凌晨時分 可能還在做事 所以 損失是不是難以計算 但是電力公司 一定跟你說 他永不負責 上一次 發生電纜橋大火 然後 有大量的人 遭受損失 我上一次已經跟大家詳細揭露過 基本上你對著電力公司 這樣的大機構 停電 一定不會對你的損失 負上責任 這個 電力公司 其實是接近半工營的 因為在做的事是puppet 跟公眾有關 所以 這些 大眾的系統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對他的態度 就是要把它當成 公營事務一樣 即是說他需要出來解釋 需要對公眾負責 因為 他不是你樓下的那家71 他不是 一家小型的店鋪 他在說 你不會說我不光顧店鋪A 就光顧店鋪B 或者是C和D 那麼大型的系統 好像鐵路 交通 航空 基本上 是徹底 寡頭壟斷的狀態 即是說 整個行業裏面 可能只有一兩個 香港就直接是徹底 壟斷事業 九龍區 就中電 港島區就廣燈 簡直 是 一個 替代品都沒有 徹底在做壟斷性生意 做壟斷性生意 又甚麼都不用出來解釋 這個就是本身香港的問題 雖然大家覺得 電費沒甚麼大問題 英國貴那麼多 歐洲貴那麼多 這裏真的是福地 很喜歡說這些藍絲 這裏真正 又沒有火山 白癡 主要是日本有的 你說得那麼正 我們現在提出的問題 你怎麼回答 有單一事件 講燈的人不是這樣說 工程師也不是這樣說 不是單一事件 現在是制度性問題 他說現在 近年缺乏工程人才 大量的人退休 又或者 離開香港 令到港燈 難以聘請工程人員 接下來一樣會影響其他工程質素 不是單一事件來的 不好意思 我不是想潤利 不過 事實擺明在眼前 那些人是選擇性失明 選擇性失衷 我不會因為你選擇性失明和失衷 我不會因為你選擇性失明和失衷 因為我告訴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不是失衷和失明的 你要選擇性而已 那麼我在這裡嘲諷你 是一定的 而且我也不是嘲諷那麼簡單 我覺得 你們真的很值得擁有 本身香港的問題 就是這樣來的 本身就是這些寡頭壟斷 徹底控制住香港的命脈 再到了最終 香港爆發 2019年 爆發時代革命 2014年爆發佔中 這些全部通通 是社會矛盾 潛藏多年之後 出來的成果 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總爆發來的 你更加不要覺得 沒有了夏文 其實一直延續下去 我們很多人離開了香港 暫時 我們很多人的心態 當然有些人就可能以為很開心 但是 並沒有放棄光復香港 其實 你現在是累積了 很多人 是跟你 不共大天 當然還有新疆 還有維吾爾人 還有西藏 還有隨時是台灣 這種做法 單方面壓迫 不說任何公平 喜歡拘捕誰就拘捕誰 單方面壓迫 然後想當沒事發生 叫人鼓一聲吞落土 這個世界 真是有人 吞落土就算了 包括大量的藍絲 但不好意思 我們告訴你 我們有很多人 對於公平 和正義的追求 是很強的 我們完全不覺得 要把你放過 是不是 有很多人覺得 這輩子可能賺錢很重要 我也同意 賺錢和生活 是重要事項 但是 除此之外 我們真的有很多其他追求 包括對付中共 對付港共 我不覺得有甚麼問題 我們會一直 追著你們的報導 不但我們不是只是報導 報導是我們現在這個媒體主要的事情 我們還是會繼續做的 你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會一呼百應 雖然現在 優養生息 你看著 你繼續累積下去 看看你 可以刺激到多少藍絲 變成所謂的黃絲 2019年也是如此 有很多人 本身都是藍絲 根據現在的定義 但是當時 你短短一兩個月之內 刺激超過100萬人200萬人 變成你口中所說的反對派 這節本來應該集中說港燈 港燈 就不用說了 徹底的壟斷事業 你停電 他就跟你說官腔 不會有任何下文 也不會有任何賠償 港燈只是懂得一件事 就跟你說我要賺錢 我要加價 他價就加了 因為他的生產成本 是低 所以令你有個錯覺覺得電費 在香港 再加上 香港太熱了 香港不用開暖氣 所以令到你 覺得香港的電費 是很便宜 如果你說我覺得電費便宜 我就選這個地方 那即是你在計算數 你只不過覺得省一千元兩千元 很重要 但是這件事是違反邏輯的 按照這個說法 但是樓價和租金呢 樓價和租金的成本 遠遠高於其他城市 好幾倍 這個付出的又是代價成本 你怎麼可以把兩樣 矛盾的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說是這個地方的好處呢 很簡單 你說香港好一點 因為電費便宜 租金貴一點 樓價又貴一點 你說 小學生也知道這句句子的邏輯成不成立 同樣地 你叫人留在這裏做生意也是一樣 你又跟別人說 叫他不要移民 你又跟別人說 叫他留在這裏做生意 你又跟別人說 這裡好啊 人工便宜一點 在這裏做生意 你是打工仔嗎 這裡好啊 人工高一點 你覺得自己 真的是小學生也不如 到底香港是人工便宜一點還是貴一點 大家想一下 我剛才說的問題 不是我說的 是香港的人說的 藍絲說的 你想一下中間的矛盾在哪 想一下那個 撥論如何發生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